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拍Room Tour 今天要拍的Room Tour是一個Office Tale 跟著我一起進去吧 哈囉 按個門鈴 嗨 這是Bella 嗨 你好 這是我很想拍的那種雙層的 現在就進來參觀Bella的家 你家是Office Tale對不對 對 他的家一進來就會是鞋櫃 然後鞋櫃進來就是廚房 那因為今天我們要準備這裡 所以說東西有點多 拍攝器是冰箱東西就很多 對 非常多 好房啊或者Office Tale都是這樣的設計 就是一進來就會先是鞋櫃 然後再看是廚房 那廚房你很常用嗎 海底常用的 可以偷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嗎 它非常多 它爆到關不起來了 好意思啊 今天要準備派對 所以我擺了非常多這個盤吃 哇 然後我其實吃的就是全部都準備在這裡面 我怕食糧會補夠 那這上面是什麼 這上面沒有 這上面就是 偷風機 就是這樣打開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就我們新機嘛 這是房東會給的是不是 對 這個原本就是房東給的 原本的Ocean 這些東西也都是 這個是原本有的 對 就是它這個掛鉤是原本的 然後呢 它的旁邊就是冰箱 然後冰箱這種就是所謂的built-in 會讓整體的設計有比較一致感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跟其他櫃子很像 打開來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 所以你要搬架的時候 這個冰箱是不會搬走的 哇 你連杯子都冰喔 對 很專業 塞滿了酒跟飲料 下面就有冷凍庫 那冷凍也是爆滿 對也是爆滿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浴室的部分 然後 最滿意的其實出了干絲分離之後 還有那個廁所的電動馬圖 欸 它是禁櫃嗎 可以打開嗎 對可以 哇 東西這樣看起來沒有很多欸 那我覺得這邊比較有趣的是 它這邊放一張桌子 對 因為在那裡 它本來就在這邊了嗎 其實是我今天把它搶起來 想要就是讓它白色系一整體 就看起來比較漂亮 所以整個客人來了就把它搬出來 對 就把它搬出來 OK 可以接受一下垃圾桶 為什麼要接受垃圾桶 因為它很大 但是你是為了要收回收才買垃圾桶嗎 還是 對 就是回收瓶子 因為我常常會喝飲料 餅乾 然後因為塑膠袋也要分開 然後我不可能把那個塑膠袋都放在一個袋子 都落在外面會很醜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 哦 今天剛到的 對 是一個放寶特瓶的 一個我要放塑膠袋的 在韓國生活的話 要不做垃圾的分類也必須要思考收納 那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你的背後我覺得這個收納也蠻妙 因為它雖然是樓梯 但它樓梯下面呢 全部都是收納空間 對啊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很擔心就是衣服沒有陽光曬 會悶 會有這個味道問題 但它這邊就是收納的這個空間 足以讓你曬你 例如說你每天洗的這個衣服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錯 但是後面就是晾了衣服之後懶得收 然後就過來那邊 其實是有啊 其實我知道了 你說到這樣 我以前看房子的時候 我跟你講喔 男生女生齁 女生成都是最髒的 今天我是整理的衣服 okok 給你整理 這是我們的衣� 所以我有時候會有一種情情 就是我要開衣櫃我開到冰箱去 哈哈哈 這邊就是也是衣服 這邊的話是 是我的化妝櫃 化妝品都放在這裡 下面 因為我隨時隨時都要吃糧食 所以就是有餅乾 欸等一下很有趣的是 你的零食 像冰箱中間夾的衣服 對 還有還有一個地方 我可以放在那個地方 大家會想看嗎 因為太多了 因為我是一箱箱叫的你知道嗎 嗯 然後因為我鞋子不多 嗯 所以我把我 零食跟酒 餅乾 飲料 都放在下面 還有烤盤 ok啦 而且妳超大的 對 連烤盾三成肉的烤盤都有 這個房租是多少錢 啊我房租是七萬 保證金是一千萬 還有副中介費 一開始進來 大概三十六萬的中介費 喔 中介費是一定要付 對對對 管理費咧 都是另外 大概七萬塊 喔 隨便呢 另外一個月大概十萬到十二萬左右 因為她之前是住過考試院 對 然後住過打嘎谷比較舊式的兩房型 對對對 就跟人家一起合住 然後現在是第一次住到office tell 對 住了三個禮拜有覺得有缺點嗎 其實就我現在滿意就是百分之一百 以下兩百 哈哈哈哈 住高 因為我之前都是住 像剛剛講的考試院嘛 嗯 然後或者是跟人家一起住的這種 就比較沒有自己的觀念 我真的也是第一次自己像這樣 是用心的做這個 你可以由自己來做裝飾 主要是生活精神方便 收納空間你整個不狹隘 然後看起來就會房間比較大 然後比較舒服 該念書的時候就可以好好念書 想休息的時候就可以休息 看念書的時候看念書 啊 其實有分區功能 對 就會有分區 就不會都夾在一起 因為房間是二樓嘛 所以你就不會就是直接睡覺 我覺得這有一個好處 床在旁邊你會沒有辦法客製就會直接睡 對 你就不會說念書念念 跑去睡覺這樣 對 但 因為還要爬上去 但其實現在我還發現一個 一樓有按摩椅 所以我會再按摩一層睡啊 哈哈哈哈 而且你還可以這樣 邊按摩椅邊電視 對對對 我覺得透過一點生活上品質改善 但我就是減少其他的支出 減少一些其他消費 例如說我的衣服就很少買 或者化妝品很少買 但可以在我的這個住的地方 多投資一點 其實我覺得住這樣子是還挺好的 對自己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而且你已經存錢存很久了 老實說你之前五六年都是住 就比較舊的房子 對 沒錯 但是努力了很久才換來的 沒錯 並沒有什麼奢侈 我覺得他很值得 因為他就是超級努力打拼 我認識他一陣子 真的是 他真的很認真工作 存了這個錢 然後換到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真的是一開始在韓國就是很小很小的 就是真的就一個床 旁邊就是廁所 沒了就很小 我真的是從那邊開始住 我考試院之後我住了兩三年 然後他再開始換比較大的考試院 然後才開始再換到 跟人家一起住的房間 然後到現在才換到這邊 對 所以其實也是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好 現在到他的這個 這個算是他的生活空間 對 生活空間 可以看到有兩張男人骨頭 桌子跟椅子 就是有時候有客人會來 所以說就也準備了一張椅子 對客人很好 嗯 我覺得比較驚人的是 我之前就看他的IG啊 他竟然就是放了一張按摩椅 按摩椅會不會很貴啊 在外生活中 精打細算 他是看起來豪華 但他不貴 大概一百多萬而已 然後因為我又分期 所以其實 一個月大概也還好 也沒有到很多錢 一個月要七八萬 對 大概差不多 欸 這樣也很OK 因為你去按摩一次 一個小時可能就要四五萬了 對 就下班就可以馬一節的概念 中秋節那時候搶到的 中秋節 所以中秋節有特價 就是我真是在韓國辦的信用餐 想說一定會有什麼特會 然後我就每天都進去看 然後就讓我挖到 好 那等一下晚上我來做一下 好 然後可以看到這牆上也有裝飾 是好朋友的作品 攝影專家 各國旅遊 作品牆 對 那旁邊是 小玩樂啊 香水啊 把心情好了 還有一個藝術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壁卡索 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壁卡索 他這個樓梯上去 你還放了兩個壁卡索的畫的海報 這樣轉過來 再看這邊 就是按摩椅的後面呢 他這邊有個衣櫃 然後還有一些收納的空間喔 像這個桌子是不是也是可以拉出來的 對 它這個也是可以拉的 可以像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拉的 哇 這個咖啡機是這樣子 咖啡機專業耶 對 懂生活 那我好奇的問一下 那個下面是不是還有一個收納空間 喔 對 那時候其實比較滿意的就是說 收納空間非常多 嗯 所以它這下面呢 就是我放一些書 比較常用不到的東西 像生活啊 用品啊 不好拿取的地方就放書 好拿取的地方就放零食 啊我還是有一點知識 你要在那邊書 喔 OKOK 誤會妳了 這次還是有書的大家 不要誤會它 然後這兩個就是衣櫃這樣子 嗯 就是有兩邊 然後客人來的衣服也會掛在這 上面也是收納 上面就放包包啊 喔 然後一些像雜物之類的 好 那我們現在往二樓 哈哈哈 往1.5樓移動 這個房子好像還蠻搶手的 對 因為你說的時候等了一個月對不對 這邊是在奧林平哥公園附近嗎 這邊附近的這個套房 第一個它本來市出的就很少 然後再上樓中樓更是少 那樓中樓很多大部分是辦公用的 嗯 那這邊等於說 很少是可以到處家用 然後住家用如果有出來的話 我那時候看 其實這邊價格算是比較便宜 七七萬 現在我看大概都八十幾萬 甚至有到九十幾萬 我是九月份找房子 它這邊是那時候說 要十月底才能入住 所以我就在我的原本的這個基礎上 我就沒關係 我就延期 所以我就等這個房子 我當天就決定了 因為 你說妳看了當天就決定 當天就決定了 那妳找房子有找很久 因為其實在這邊附件房子不多 哦 要嘛就是真的很小 要嘛就是真的太貴 我負擔不起 所以我就找那幾間 應該是我連續看了兩天 然後這個是第二天來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很不錯 因為之前的經驗就是說 只看就立刻被訂走了 妳在那個APP上看 然後看一看就沒了 我看一看就說 欸這間房子可以看嗎 然後他就跟我約時間 然後我本來約了 我要去看了 當天下班就看 結果他說 今天一個看的人確定沒有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邊是一定動作要快 因為這邊到二號線 我用走的到二號線很近 這邊的地鐵超級近 應該是這樣子關係 到江南也近 然後到江東去不便 我覺得還挺滿意的 而且就是上下班 就不需要這邊折騰 跟那邊換車什麼的 對 好 妳可以幫我爬上去 我看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有時候就這樣 走一下 喔 抓下來 上面還有一台電是不是 對對對 那我現在也來上去看看 嘿 喔 好 這就這樣 其實它這邊就做 收納空間也很多 蠻OK的啊 還可以啦 嗯 還蠻不錯的 這邊也可以 空間也可以做一些 還挺舒服的 這邊也是收納的空間 夏天的衣服啊 然後雜物啊 然後雜物啊 包包行李箱 不常用的東西 就變成是你這些雜物 就都外面都看不到 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可是那你睡的時候 會有壓迫感嗎 因為比較靠近天花板 其實還好 因為你都躺下來 上來就躺下來 我可以躺躺看嗎 應該還挺舒服的 很OK耶 而且其實 就是不會踢到天花板 對啊 就是還挺軟挺舒服的 所以就這樣子 就睡了之後就還好 而且這床墊也蠻舒服的耶 整個空間 對 是蠻大的 可以滾來滾去大小 主要是做了挑高設計 所以我覺得 活用的空間性很好 如果在這邊的話 要往下看 就是這樣 而且那這邊有這個 我覺得還蠻騰騰的耶 我想要關燈給你們 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有買了一個摩子燈 好啊好啊 給我一下 好 慢慢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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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晚上睡覺有時候 就是會這樣子 整個氣氛就會這樣好 很懂生活耶 而且呢就可以發現 把燈關了以後 它這邊還是很亮 因為我們現在是燈都關掉了 對啊 它這邊還是很亮 就是它這邊的採光很好 附近生活機能還OK嗎 我覺得很方便 在附近的話就是藥匙啊 烤肉店啊 然後一般的餐廳都有 在走過去百貨公司 超市都有 然後我來他家之前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他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我等一下再去拍給大家看 好啊 好 那我們先讓你走 好啊 好我們先走 你要去放你的IG嗎 就大家可以追蹤 可以啊可以啊 再放他的IG在這邊 好啊 歡迎來追我這樣子 就是會放很多 我自己的一些 生活上的故事 公司的故事等等的 歡迎你們來找我 大家很忙 不要煩他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就到這邊啦 趕快趕快出去 好掰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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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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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這裡了 我來這裡了 好啊 好耶 好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